Hello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冲神猛汉 听这个名字感觉还挺劲爆的 猛汉怎么个门法 感觉这个游戏应该有点阶级风格 咱们就看一看 这有么多语言选项 为什么都没有中文呢 好在我们中国的玩家数量还是很大的嘛 果然有种阶级风格 这是新建一个囤档吧 这什么意思啊 不是特别多 是不是选什么元素 这就是起个名字嘛 它是阶级模式和story模式 我们玩个阶级模式 阶级模式是不是死一下就嗝屁了 有妹子 玩也比较喜欢选妹子的 这是开始剧情回放了 它有什么个梦想 不看了 直接上去干吧 这什么鬼被炸到海里了 好我们开始闯关 先看看有什么动作 这是拳头 这是跳 感觉没啥就俩招式 这是个大招 费血 我去 不早说 刚才他HP减一完 是HP加一呢 好的 这和猛汉对白完毕 这忍者吗 打斗起来还是挺爽的 感觉死得很快 还是到这个方位打他们 这是不是有个吃的 有宝石 吃宝石干嘛的 最后能那个什么吗 跳到他背后打他 上去了一栋KO 这能拿剑吗是不是 这个剑怎么拿 快下来 把人都搞定 我这有时间与计时 我刚才发现 没得快点走 不能太练战了 拿到这把刀了 这有个小飞刀的 第一个解决掉 这有个箱子 这什么 怎么忽然来这么多人 向下 这是什么情况 放了个大招吗 这放能量积攒起来的话 可以向下两下 然后像接地一样 放个大招出来 这什么黄金的猫 吃掉 回对老夫妻 解决掉 还不死 进去有什么 这个进去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这边应该有吃的 应该在这个下面打 一顿狂欧 快没血了 这跳到下面 怎么有种迷宫探索的感觉 披卡 好搞定 这个剑拿起来 谁穿上这个衣服 什么意思 哇 这个剑比较爽 大招起来 他们有点乱呀 这有时候分不清 哪些是自己 哪些是敌人 这边过不去 感觉是过不去 打死了 可以续命吗 续命的话 分都没了吗 不是层头开始吧 好像不是 还好 咱们再继续玩吧 我这个地方人有点多呀 刚才就在这儿死的 解救这些村民 哦 这个地方好多人 过去一顿狂欧 感觉他自个儿拳头 打不过这帮火 这些瓶子是补血的 这是乌鸦 这下面有一个 有死了 这个接近模式好难呀 可能是我技术太烂 继续往前走 这还挺好的 这感觉比较好 就是续命的话 可以继续续在那一关 有个瓶子 应该那边开了个开关 是不是应该往这边走 哎呦 这什么情况 这是boss吗 上来都已经暴揍 快走 这个地方是过去啊 再有个瓶子 先打开看看有什么吃的 能不能补点血 感觉快没血了 上下的话会放大招 一会儿试试 这什么情况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充实闷 和这个游戏都试完到这里 打斗风格还是挺不错的 有喜欢这种风格的小伙伴 可以试一下这个游戏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